哇 那因為花哥呢 這個Coin進來好心人 幫我們解答這種熱水的問題 我們趕快趁機也要把握一下 所以花哥你平常又是這個 工程師的這一邊 然後你又是頭腦又是要學工程的 然後另外一腦呢 又是這個性情中人 很愛種花花草草啊 真的是很多才多藝 我們趕快再跟你請教一個 這個是原意的問題好不好 因為這個聽眾朋友們呢 之前在我們的留言 已經累積好幾天了 但一直都沒有找到你喔 那這個我們趕快來解答一下 他在問說呢 去年夏天呢院子裡的角落 他種了一個很喜歡的這個茶花樹 那好幾個月以來呢 都是這個花磊小小的掉在上面 但是怎麼有花磊 但不開花啊 是營養不夠嗎 因為他這個花磊就小小一點點 像黃豆一樣 那掉在枝頭喔 那像這種問題呢 我不知道我們的花博士 你有種過茶花嗎 這是什麼狀況 為了解答這個問題 我特別去我後院的茶花 看了一下還照了像 其實茶花 說難中也不難中 但是這位聽眾 他講的 種在牆邊其實也對 因為茶花最忌諱 我剛開始種茶花就失敗就是了 但大太陽下 茶花最忌諱大太陽 那半陰半陽的角落最好 或者用盆栽的話 種在patio下面也是不錯 但是這位聽眾種在牆邊 我應該說也是可以 因為牆邊有時太陽不大 希望它的牆邊不是針對著向西 向西太陽就是很強 如果是向西 它可能位置要調整一下 那另外有花苞 或者花苞小小的像黃豆一樣 不開花 那基本上 我馬上的 對所有的花 或所有的果樹都是一樣 一定是生長的條件不夠好 生長條件不好就是 氧混水混陽光 所以茶花也是 跟大部分的植物一樣 它不喜歡 當然你沒有弄水 它就乾死了 那如果說很多聽眾朋友 尤其自動噴水 有時噴到太多水的話 那土壤又是黏土的話 那就是會爛根 對它來講說影響它的生長 所以第一要查查自己的土壤環境 還有那個澆水 那另外還要注意一下 很多聽眾朋友說 花苞很多很高興 其實花苞有時太多 一個枝條太多花苞 花苞也把它梳減一下 那留下上面一些就好了 然後這個茶花也需要適當的修織 他有提到說 有些枝條開始枯黃的話 那就不客氣拿著剪刀 把這些枯黃的枝條剪掉 多餘的花苞剪掉 那當然適當的回料 冬天再撕回一次就好 那整年其他三季 大概一年再撕回三次就好 很多種花的朋友以為 種花會開花很高興 都沒有撕回 那沒有撕回他要給你長出漂亮的花朵 的機會就相對的減少 所以還是鼓勵聽眾朋友 種花也是一樣 像種水果樹一樣要做適當的撕回 哇 花哥你剛剛講到這個 就有一個知識點 我們大家其實平常不太會注意的 因為種水果你知道要梳果 要這樣子其他剩下水果才大 原來種花要漂亮的話 開得很美你也要梳花 所以他在花壘花苞一點點的時候 就花苞就要把它折掉小小的 很難看的 或邊邊一下子結太多的 我們要梳掉一點其他的才能夠開得很美 沒有錯 好的好的 這知識點真的是非常棒 那因為有花哥在 所以趕快再來 這個跟你請教一個原因問題 有個聽眾給我們留言 他說之前花哥有講說什麼種蔥 我可以吃一輩子之類的 就是後院如果種一點這個菜 就是很棒 可是他自己為什麼照著做呢 種蔥只能長一兩次 這個蔥就已經再長不出來了 到底怎麼回事呢花哥 這個希望這位朋友多努力 我真的看到這題目 我也想著小米剛講的完全沒有錯 我常在講座上面 演講上面講說 我家真的大概三年五年沒買過蔥 雖然我家種的蔥 沒有市場賣的很漂亮 一把一把又大又粗 那我們比較脆弱一點 是因為我種盆這裡 這裡種一堆那裡種一堆 但是我每次 例如說昨天家裡煮牛肉麵 煮個什麼麵 我們要上天要茶點蔥 片豆乾要弄點蔥 我就到後院用剪刀這樣一剪 剪完了以後 隔了一個禮拜 它又長出又長出 就這樣子今年累夜的這樣 一直長一直長 那有時候太密了還怎麼樣 就是要把它挖出來 再重新把它分種一下 然後有時候開花種子也會下去 就繼續種 所以真的種蔥不難 那這位聽眾朋友的問題 我還是懷疑 有時候蔥也不要太大的陽光 那然後適當的水分 那可以用點有機的肥料 例如說加點含氮肥很多 雞糞牛糞都很多氮肥 你可以在種植的時候 放點雞糞牛糞做雞肥 或者在種植當中 用有機的魚肥 魚肥含氮量非常多 蔥就是吃葉子 所以就是需要蛋肥比較多 所以說聽眾朋友要種蔥 種一些蔬菜的話 還是跟剛剛一樣 也不要施肥 那種蔬菜吃綠葉子 就是蛋肥多一點的肥料就對了 OK 所以我們既然要它長長久久 長命百歲 一直不斷長下去 我們就是也要給它連養分 要不然它自己養分不夠 越來越瘦 越來越瘦 跟一條線一樣都吃不到 越來越細這樣 所以我們都給它養分 因為是自己要吃的東西嘛 尤其蔥這個是要配牛肉麵用的 那是不是我們給它施粉 我們不要去買這個外面 人家做的一包一包的 不知道裡面到底是有多天然 就是我不建議大家用化學肥料 因為自己吃的 盡量弄有機肥料 然後也可以自己製造有機肥料 那上次這個花哥 你講說這個牛奶稀釋以後 也是很營養的 那我可不可以就餵它這個 因為牛奶大家在家裡很可能有嘛 對 就過期的牛奶 牛奶不便宜 你新鮮牛奶我們還自己吃 但是發現已經過期了 就把它倒在水溝裡面 倒在水槽裡面也蠻可惜 所以我現在這個疫情當中 我幾乎每天都有在 不是每天 就是隨時我家裡就有孕子 我十桶的稀釋牛奶 在讓它慢慢發酵 然後那個稀釋的水 就來澆灌我的蔬菜 我的水果素 所以我疫情當中 我覺得是種植的 反而比前幾年沒有疫情 天天外面趴趴早 我講一下好好種種菜 種果素是相當好的 所以也鼓勵聽到朋友 在疫情當中也不能亂出去嘛 所以在家裡面種菜 種花養花都是非常好的 真的是非常好的 大家可以學習 很讚的一個娛樂 很棒的一個快樂農場 那我知道呢 好像我們這次花哥 常常在衛社區服務 有好多的這個免費獎座 可不可以跟我們大家講一下 我聽說你好像明天 有一個雲端的免費獎座 是不是大家只要上Zoom 都可以聽到花哥在講解 是不是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怎麼樣的假動 對對對 謝謝小敏給我這個機會 這是給我們1300的新的朋友 一個好康的報報 明天有三個鐘頭的演講 九點半到十二點半 星期六一月二三號 那內容 除了我 我是主持人 我也簡單講一些 春天做演藝的一些期待 一些該做的動作 但我還請了其他四位老師 會分別講 蘭花的種植 果樹的架接 蔬菜的育苗 及有機回料的製作 所以很棒 希望大家可以用手機 或是電腦上線來參加 大家都是免費的 只要用Zoom 我想大部分聽的朋友 知道怎麼用Zoom download一個Zoom的App 或者是找出Zoom來以後 打這個Zoom的ID是2020-421706 再一次2020-421706 那不需要密碼 就把這個剛剛講的密碼 將剛剛的ID打進去就可以 明天上午九點半到十二點半 我們在線上 都有專家老師們來講不同的主題 相當不錯 鼓勵大家參加 讚讚讚 Zoom的ID2020-421706 以前花哥常常在我們的1301電台 我們的園藝獎座裡面 大量的在講我們這個最新的園藝訊息 另外你以前還會送我們盆栽 就是來參加的人 會得到一些小番茄什麼的 你的雲端獎座也有送嗎 有沒有摸獎 其實這次的主辦單位是 ISBEL的華人學會主辦 他們之前都有在做種子苗 增送交換 這是因為最近疫情等於是 最後還蠻嚴重的 這是暫停 但是我想再過來一兩個月以後 我們每個月 每一兩個月都會辦這種活動 他們也會通知大家 可以去藥種子 藥些苗都有 那當然我們希望疫情結束後 有實體的教學 或130每年以前在喬教中心 都有在舉辦演講 很多的水果樹 菜苗 摩菜蒸送 大家都很高興 所以我們以後會繼續再舉辦的 太棒了 謝謝我們的花哥花博士 今天跟我們解答這麼多問題 祝你明天的活動成功 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加入 然後學一點好用的東西 謝謝